Hello,大家好,我是Saras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数换卡了 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今天就和大家说几句吧 首先,一个简单的角度 它们有分Risa,Master,AE和银联 大部份的报道都会收到Risa,Master,AE和银联就少了 所以这可以作为你选择数换卡的一个因素 其实Risa和Master就不会独立出一张卡 它们会和银行合作 譬如这一张就是和我们的中银 这一张就是恒生 这张是东亚 最后这张就是Cityback 当然,其实还有其他银行 不过就交给你自己去发掘 除了银行之外 也会和不同的伙伴合作 譬如这张就是KFC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它就给你折扣 时装银也有的,这个是IT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消费模式 去选择数换卡 还有一个想和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用数换卡不是叫load card 而是叫做拍卡 譬如这张送用卡有一个类似WiFi的logo 你就可以付钱时拍到手机上 加快付钱的过程 我想提醒大家 就算用哪一张送用卡都好 记得不要持环卡数 因为利息是很贵的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